爱马王子李志凯今年无缘挺进巴黎奥运 现在他在国训中心的黄金计划培训资格 却从第一级被降到了第四级 培训经费也会大幅缩水 对此国训中心召开记者会表示 因为现在正逢黄金计划的改版交接期 已经在延商计划级别相关会议 预估明年会正式实施黄金计划3.0 李志凯将可能被列在第二级的资格 招牌的汤马是回旋 称霸国际体操舞台 爱马王子李志凯虽然今年无缘挺进巴黎奥运 但他下定决心要再拼接下来的亚运跟奥运 而现在他在国训中心的黄金计划培训资格 却从第一级被降到第四级 教练出面替子弟兵抱不平 因为一般黄金计划主要是针对具有真金夺牌的精英选手 实施个人化训练也会编列经费 但被降级之后每年培训经费将会大缩水 从一千五百万元降到三百五十万元引起热议 对此国训中心这么解释 黄金计划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当届如果没有入选奥运的话 会降到下一届办法里面只有第四级跟第五级 我们也有发现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在黄金计划三点的部分就已经有做一些修改 曾经获得杭州亚印的一个金牌 应该预估它会回到那个黄金计划第二级 国训中心强调会比照网利成立医疗团队 在附建的黄金时期给予李志凯全力的支持跟协助 另外也发出声明表示在今年十月底 将会开会确认黄金计划的级别调整具体规定 并在明年元旦正式实施黄金计划三点零 所以大家都说他的年纪是问题 但是他的暗码是危险性就要低一点点 现在世界的质量也非常高 他假如国家不重视可能就没了 乔林透露李志凯已经顺利挺过商市 就派能在国训中心支持下挑战五环电堂 瞄准金牌大满贯的目标 记者最后报道